不能免俗的在全家团圆的时刻 总统马英九也发表了除夕谈话 他特别用国台语还有客家话 以及原住民话向大家拜年 我也要向大家祝贺 新年如意 身体健康 羊眉吐气 红兔大宅 新年如意 身体健康 幽闭透气 红兔大宅 新年如意 身体健康 幽闭透气 红兔大宅 分别用国台语 原住民语向国人问候 今年除夕谈话 马总统期盼国人仍以回顾过去 重视现在开展未来的心情 欢庆兔年的来到 总统并许下新春三院 所以英九的新春三院 是一 要经济畅旺 商机无穷 国民充分就业 二 盼风调雨顺 人民安康 台湾生机盎然 三院人人做好事 处处有温暖 弱势有照顾 总统经部表示 许多国人享有 富裕生活 但应该用爱心照亮 社会上许多的阴暗角落 这次除夕谈话 更安排了外景一块 弱势族群 录制新年贺运 今天英九还邀请了许多同胞 来表达他们的祝福 他们是天主教至善老人 安养护中心徐正老先生 来亲书对联 中华民国一百年 新年快乐 基督教复兴堂 传爱水饺工作坊 单亲妈妈 以水饺排出爱心拼盘 祝贺新年 中华民国一百年 新年快乐 爱为养护中心 见梅芳女士 兔年的画作来祝福新年 我要祝福大家 建国一百年 新年快乐 不同于以往单调的新春除夕贺词 马总统今年不但出外景 还特别穿了喜气的红色棉袄 背景更是精心设计的浓浓过年气氛 希望国人能够感受到总统诚挚的祝福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